年底九和一选战剩下不到三个月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马不停蹄 前往基隆 苗栗跟云林 为提名的参选人造势 由于基隆市议长黄景泰被收押 境界也牵动着选情 蔡英文今天第一站就到基隆 格外引人注目 加油那喊声不断 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林又昌 六号上午成立竞选总部 现场声援民众人山人海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到场授旗 由于基隆市议长黄景泰被收押 境界牵动基隆市长选举 蔡英文六号首站就到基隆 格外引人注目 被问到基隆市以及其他县市的选情 蔡英文强调要一步一脚印 打赢选战 林又昌者表示不评论黄景泰案 但是要赢得胜选 我们还是一步一脚印 我们还是稳扎稳打 那么尤其是国民党在 选战的后期 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做法 所以我们也都战战兢兢 我们一贯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十万票 这个过半的市民的支持 下午蔡英文马不停提到苗栗 替民进党苗栗县现场参选人 吴一珍以及议员参选人 授旗造势 希望苗栗县民支持民进党的参选人 让他们全部都上磊 晚上蔡英文还将出席云林县长参选人 李静勇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年底九合一选战只剩三个月的时间冲刺 蔡英文在中秋连假第一天 形成满党 就是希望争取选民支持 力拼年底选战 记者陈嘉兴 谢其文综合报道